台湾省第一届临时省议会 行第五次全体议员大会 来自各县市的各位议员先生 都纷纷到达台北 这是42年度最后一次的会议 由议长黄朝勤主席 省政府主席于红军 在大会中 报告台湾省政府 一年来的施政情形 他特别指出 实施耕者有期田 献田政策的成功 和财政经济的安定情形 对于省议会 一年来的督则 和提供不少宝贵的意见 表示感谢